啥?恒水湖有人打鸟?别慌,这可不是真的打鸟,而是摄影圈子里对鸟类摄影的俗称 河北新闻联播报道,2023恒水湖首届官鸟大赛成功举办 众多鸟类摄影爱好者相聚一堂,扛着长枪短炮,在冰封的湖上捕捉鸟们的美丽身姿 共有70多种鸟类在这次大赛中被记录的 鸟类摄影听起来很简单,实际操作起来却难得很,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不能少 那拍鸟有哪些小窍门呢?今天就教你几招,让你的照片高级感拉满 开拍之前,首先要了解鸟类的习性,由于鸟类是无法控制的主体 因此观察和熟悉鸟类习性对鸟类摄影非常有帮助 了解目标鸟类的栖息和捕食习惯,才能找到最佳蹲守时间和地点,增加拍出好照片的概率 其次,相应的摄影器材也必不可少,鸟类拍摄对于器材要求非常高 为了捕捉飞行的鸟类,相机反应必须足够快,也就是对焦和连续拍摄的速度 在配件上,长焦镜头和三角架也是必备的 最后,还要掌握一些独特的拍摄技巧 在拍摄手法上,建议使用手动曝光 它的优点是可以避免音焦点变化而导致的曝光问题 在角度上,最好拍鸟的侧面,这样能够比较完美展现鸟类的身形和体态 不过由于鸟类摄影随机性强,有时候随手抓拍,也能够拍出精彩瞬间 其实,拍照片只是一方面 这届大赛更多是要引导大家对鸟类关注 从而加大鸟类保护力度,爱护鸟类,才会有更多鸟光顾 各位摄友,才有更多机会拍到好照片呀